我这小店的名字叫啥呢 就叫 前窗子刚刚 这庆家咋还不回来呢 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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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神不太好 就怕目标小 咋说话呢 怎么样 我要你帮我找那人找那 你让我办那事我能不去吗 你让我找个人能不帮你找吗 找到了 他说什么时候来呀 我这饿了 我回家吃点饭 没没没 我卖关在这 赶紧坐坐 正好我做了一锅咖喽糖 是吗 你尝尝老香了 这就熟了 看 哎呀 哎 哎 赶紧 尝尝 香不香 怎么样 下去太快没品出味了 赶紧说正事 你不就是你这边这个店 啊 缺个帮手 没错 找个人来帮帮你 没错 让我去请个人来 对 来了 谁 我 我要找个是你的 对 女的 还必须得漂亮 这整个半毛还不如不迟呢 哎 哎 回来 回来 他半毛半毛 我差明白了 你到我这儿 饿嘎嘎嘎汤来了 来 下来 来 看 你这么赏了吗 赶紧 尝尝 看我手艺怎么样 嗯 嗯 赶紧说正事 哎呀 你等我品品味 行 别咬到嘴了 你要找那个女的 挺漂亮的 没错 我跟她说了 谁呀 我老伴 你把嘎嘎汤给我吐出来 你那人不行动 你要想见的那个人 是不是 黄小娟大妹子 我跟你说 一大早我就上她家去了 我把你的事都跟她说了 你跟她说没说 让她到这儿做老板娘这件事 那我没说 你干啥去了 给你办事能像你说话那么直绷吗 我跟她说 你请人家来当味觉总监 她还不干呢 你等会儿 味觉总监是什么玩意儿 味觉总监嘛 就是我看她不想来 然后我就替你撒了个谎 我说你有病 你才有病的 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 你说 我看她没有来的意思 我就说你有病了 你舌头有病了 那个味觉失灵了 你想 一个开饭店的人 味觉要是失灵了 做什么东西 自己都尝不出味来 你都尝不出味来 顾客吃的能是味吗 顾客吃的不是味 你这饭店还能开下去吗 她一听着急了 说一会儿来看你 哎呀不行呐 为啥呀 你不知道啊 啥事啊 我那黄大妹的干了一辈子护士了 我要装病的话 她一下就能看出来啊 这个事啊 我早就替你想到了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啊 看这位 这是啥 醋 这是啥 辣椒油 这是啥 芥末 就这些东西 一会儿她来 当着她那边 你一张嘴 全把她弄下去 一个拉倒吧 我弄进去了 她哪也白来 为啥呢 老板死了 那老板娘到这儿就守活寡呀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 我跟你说 你一交代我这个任务 我上他们家去之前 我就把这些东西 就这桌的啊 都做了手脚了 啥时候做的 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看这个 这瓶醋 现在里边装的 是跑了气的可乐 跑了气的可乐 尝尝 这真是 这个话交由 你再跟我说 稀释了的 纸葛汤姜 还真是 那这芥末呢 这芥末最好饭 绿豆糕 泡点白开水 我尝尝 我尝尝 你这绿豆糕 我最爱吃绿豆糕的 你等会儿 等会儿 你怎么吃刀剧呢 你这会儿演戏还得用 哎 姓家 黄大妹子说没说 什么时候来啊 她跟我说 哎呀 这看这装修得挺漂亮啊 你看这门脸 多带劲啊 哎呀 哎呀 姓家 姓家 她来了 你看你那份出息 你现在得装病 我怎么装病 味觉实灵 舌头 舌头 你舌头伸出来 变哈啥 你以为你今天本命点 要闹 这饭店装修得这么高档 这么有品味 客人来了 老板不出来迎接迎接呀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啊 我这得了 看病呢 有病了 我那小店万事俱备 就差老板娘了 说什么 就差老朋友光临了 老秦大哥 祝你生意兴隆 哎呀 兴啥隆啊 我决定了 这个小店啊 今天晚上关门之后 以后再也不开了 呀 这装修得这么好 怎么不开了 我不是有病吗 你这病什么感觉呀 我这病 我 我什么感觉 没味 我没味啊 大妹子 那个我亲家跟你说没说 让你来的事 你同意不同意 哎呀 现在也谈不上同意不同意呀 你看我对你这饭店 一无所知啊 你跟我介绍介绍 你这个饭店 主食是什么呀 主食 嘎的汤 何时呢 嘎的汤 酒水呢 嘎的汤 你掉嘎的汤锅里了 哎 你说你鸡妈整点包子 饺子 面条啊 什么就是嘎的汤 嘎的汤的呀 为啥开嘎的汤 你不懂吗 大妹子 你怎么就 不理解我的心情呢 嗯 我不因为这嘎的汤 我就能想起了 三十多年前的你嘛 咋就我是嘎的汤啊 舌头没味 嘴跑偏 不是 你这病得有多严重啊 哎呀 老严重了 大夫说了 要想好最少得俩疗程 两个疗程 也行 那我就来帮帮你 反正也没几天 一个疗程十五年 妈呀 我当了一辈子护士了 啥病一个疗程十五年呢 来了我给你看看 不是那个大妹子 你吃饭没有 哎呀 我上饭店来了 我在家吃饭 我有病呢我 太实惠了 阿妹你等着 我正好熬了一锅嘎的汤 我给你盛一碗 不是这有 啊 这有 我大妹能吃狗剩一碗吗 你 不是你吃 不是你快点啊 我还挺饿的 哎呀妈呀 这这 男同志就是心粗 你瞅张桌布 铺成啥样了 哎我跟你说呀 这家里头要没个女人呢 就是不行 你看看 你看这啥呀这是 真是 哎呀 挺好个台步 哎呀 哎 立正呢 是吧 咱呀 铺立正呗 这还有个盘子是吧 哦对了 我咋给忘了呢 是这个吗 哎呀 哎这多好啊 客人来了心情舒畅 汤来了 汤来了汤来了 大妹子赶紧趁热喝吧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哎哎别客气 别客气 味道不错 香吗 怎么了 咋这么咸呢 你得惹咸了 不是我的嘴没味 我尝不着还咸那儿啊 咸了 你这病叫什么来着 味觉失调 味觉失调 其实说白了 就是他现在吃糖不甜了 吃盐也不咸了 喝醋都不酸了 你不信你 你的大妹妹看看 你来两口 啥叫来两口啊 就我嘴现在目前这个病 啥味道尝不出来 我要整 就给他全干了 你看 你信不信 我喝这玩意儿 要喝可乐一样 真的 一点就是你 酸呐 这粗它能不酸吗 马喷我一身 不酸 没味儿啊 看着呢 酸呐现在到嘴里 根本不好使了 根本不好使没味儿啊 来 来点辣的 看看疗效 来 你看辣 辣呀 那辣椒油它能不辣吗 不辣没味儿啊 那你哈啥啥呀 你看什么辣椒油 都没味儿了 就得加到点蜜土 算了 算了 算不行 得结毛 真甜点 哎呀 停了能治病吗 后续太大了 那后续不大 那绝对能有味儿吗 你来吧 来吧 嗯 啊 嗯 这是不是辣的呀 不是 辣了吧 不是辣 有点恰 你不是味觉失调了吗 舌是条 鼻子还行 那你咋还哭了呢 搁谁谁不哭啊 这咋哗哗流眼泪呀 流了吧 谁流眼泪了 我一坐在搭的厨 一看见你 我就想起了三十多年前 咱们场子在辽河大坝会战 一百天的那个冬季 哎呀 那年冬天 雪呀 下得是特别特别的大 弟兄们呢 冒着严寒 在大坝里干活 想工程 可是雪大粮送上来 我是摧尸班的头 我负责给大家做饭 没粮食 怎么做 所以我眼看着弟兄们在这 光干活 吃不上饭 我心里的痛 我一着急 一上火 我就冰倒了 多亏 大妹的那天 来到坝上 救了我的命 而且还给我提了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什么呀 他说老钱呢 你干嘛不把那个剩下的半袋的面 做一大锅的嘎啦汤 给他们吃 我就按着大妹这个主意 熬了那么老大一锅的嘎啦汤 哎呀 那味儿啊 那个香啊 那天 二百多位弟兄 终于吃上了一顿热乎乎的饭了 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了 大妹子 我现在呀 一瞅那嘎嘎流球的碗 就想起你当年凹凸有致的脸 四个阵 特别温暖 老钱大哥 你这一番话 说的我也是热血沸腾 仿佛 我又回到了那个火红的年代 心里呀 真的是特别的温暖 我决定了 咱们一定要让顾客 吃上当年的味道 我要跟你共同把这个嘎的汤店 经营好 太好了大妹子 你准备跟我干多长时间 一个疗程多长时间 十五年 三个疗程 听见呗 说啥了 刚才黄大妹子一段慷慨沉思 热情洋溢的讲话 我心中一块大石的顿时落地了 这是什么精神 这是什么水平 顺属老板娘的水平 谁老板娘啊 你呀 未来老板娘 我什么老板娘 我是味觉总监 哎呀 大妹子 你傻呀 你说哪有味觉总监 干四十五年的啊 不可 你不用扒了我 不可能干四十五年 干半年 我就把你提升为老板娘 你看啥呀 哎呀 妈呀 他走了 他走了 我不让你照直绷吧 我让你婉转点 含蓄点 什么玩一口一个老板娘 老板娘 帮走了吧 该 不是刚才你那个芥末 我吃嘴辣 我现在舍不爱比较 我说话还不爱 哎呀还演什么戏呀 什么玩意呢 你芥末辣呀 这一个假的 它能辣吗 还假的 你尝尝 还假的 来来来来 尝尝 假的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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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